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三百二十九集 顿了顿 邵万哥听到了省厅在座几位领导的笑声 能放在这里讲的案子 哪一个说出来都是名动全省 像这种农村地区的偷牛案件 恐怕也入不了人家的法眼 邵万哥换了一种口吻 指着今天缴获的脏物补充着 这一袋子净重有五百克 足够一到两头牛的铁食量 一车八百多袋 要真用出去 可能又要发生几十 甚至上百起盗窃羹牛的案子 据我们罪案信息库不完全统计 从去年到今年 一年时间里 我省类似案件发案一共六百八十九件 被盗更牛两千二百一十四头 在全国同类案件横向比对中 我们的案发率最高 侦破率最低 如果以盗窃案值来计算 应该以千万 会议室嗡声似己 可能对于那些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的高级警官 有点无法理解那些发生在穷乡僻壤的案子 有点出乎意料了 会案的光线中 许平秋一双利眼 四下打量着 市局来了王少峰局长 苗其副局长 刑侦上的支队长 再加上少婉哥这个重案队长 能做到一起 看来这个案子终于走上正规 剩下的 只是一个会议形式的确认而已 而且在确认之前 想必省厅王少峰 已经和厅长通过气了 当然 没和许平秋通过气 这样的案子 以许平秋的了解 身间副厅长和市局局长的同学王少峰 是不会假手于人的 不过他并不介意 看下苗其副局长 两个人仍是会心一笑 这是我们前期队已经抓不到的 几个嫌疑人的审讯记录 杨头牙乡被捕的盗窃嫌疑人 牛建山 认识在议程捕捉到的 另一名嫌疑人 叫陈拉鸣 而据议程被刑事拘留的 秦海军和于向阳交代 丁一飞 陈拉鸣等四人 是他们供货的长期客户 今天被捕的这个嫌疑人更简单 他的通信工具里 就有丁一飞的联系方式 根据计真的初步调查 服务器留存三个月的记录里 他们之间的通话有六十七次 许平秋听着邵万哥的介绍 慢慢地走神了 他眼睛看着屏幕 那些重要的嫌疑人 重要的政务 重要的赃物 几乎都忽略过 但是当屏幕上鱼醉 在镇川县脚脏的现场画面 一闪而过时 他笑了 那一刻他才明白 自己在搜寻的是什么 他想起了在阳城 好像也是这个样子 每每在自己将要绝望的时候 鱼醉总是能够寻找到 绝处逢生的机会 他甚至想重立一次 那种心跳和焦虑的感觉 不过一切都不可能了 在那一次准备放弃李二冬 令鱼失以缘少时 恐怕今后再也不可能 只会得通鱼醉这个人了 当鱼醉义无反顾地 选择到阳头牙乡后 他无数次惋惜过 不过现在看来 他觉得自己是错的 也许那个人比他更懂得 怎么去当一个警察 在任何情况 任何条件下 啪的一声 灯亮 介绍完毕 许平秋抹了一把脸 又恢复了不苟言笑的表情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出于保密考虑 前期的工作一直由重案队牵头侦查 直到现在 我们的干警还有一组人 在冰天雪地里潜伏 我觉得 是该偿还这笔债的时候了 我们欠下社会治安的债 已经太多了 王少峰局长 忧国忧民地道了一句 很诚恳 也很郑重 作为城上启下的位置 他知道 接下来已经没有悬念了 崔厅长听罢汇报 扫视了一眼众人 问着许平秋 许平秋笑了笑 附和了王少峰一句 崔厅长一拉话筒 片刻私存过后 开口道 好 既然他们敢把手伸向五元 那就让他们在这里覆灭 之前我们领导班子 正商讨春季破案大会战的事宜 我看呀 就可以从这里打响 我建议 各地市成立专案组 专门针对本地区 盗窃耕牛案件 集中证捕 审厅派出一位班子成员 出任领导组长 负责各地区的资源共享 以及警力部署 必要的时候 全省大会战 也要把这帮毛贼 扫除干净 下面 大家民主选取一位 领导组组长 我要开始压担子了 完不成任务 工作会上做检讨 掌声和善意的笑声响起 王少峰躊躇满志了一笑 一切也正如他的判断 领导组组长人选 正是他 王少峰局长那句 在冰天雪地里潜伏 是煽情的话 不过也许连他也没有想到 出警镇川县的干警 现在的的确确 是在冰天雪地的夜里行走着 昏黄的灯光下 荒野的积雪中 一条上洞的路 不知道延伸到什么方向 不知道还有多长 原来觉得白天冷 不过大家现在才知道 白天那算是暖和的了 夜晚这个地方零下二十多度 夹着呼啸的北风 即便是坐在车里 也是动得发抖 卓力阁图队长这个时候 第九再也没有人拒绝了 即便是不常喝的董韶军 也狠狠地来了一口 享受着火辣辣的感觉 身上好歹有点暖夜了 同志们 再坚持一会儿 还有三十公里 卓力阁图队长鼓舞着士气 下午一场群殴 让他对这个团队的认识 深刻了几分 知道这群小伙子心很齐 孙毅递着酒问 卓队 下午那嫌疑人 叫什么来着 阿尔斯愣 盟语里是狮子的意思 怪不得比牲口厉害 原来是野兽啊 孙毅开了个玩笑 张猛没搭理他 因为他这回真有点丢面子 卓队长却是解释着 看那人的架势 就是从小练过摔跤的 蒙古是摔跤 千万别让他近身 近身 不管你是武术高手 还是拳棋高手 都要吃亏的 这摔跤法子 本身就是平时稀奇的方式 再加上常年劳作 内臂力 比锻炼过的运动员 丝毫不差 那个人有多凶悍 大家都见识过 但最后舍在余罪的手里 让大家伙不能理解了 连卓力阁图队长第九时 也下意识地多看了 不起耳的余罪一眼 吴光宇回头问着 余剑 你下午手里藏的什么暗器 打在野兽那眼睛上的 你后来回头找了个辩护神 这个 于罪一翻手 从兜里掏出来了一枚硬币 一溜溜在手心里面转了个圈 滑了一道荧光 又消失在手里 得 大伙知道了 还是在反爬队 跟贼学的那两招 匕首做幌子 反手硬币袭击眼睛 那个部位在照面的情况下估计没人防得住 再加上香颈那一套绳子 擒住这个汉人还真不是偶然 于罪渐渐地笑着和同学们说道 这个主要是捉队长提醒 和不得已采用这办法 你们呢就不要记住了 反正刑警大多数时候 是不如相警的 嘚瑟了一句 众人在于罪的面前 说了一圈中指 以事比事 不过这样的表情 唯一的效果 只能让于罪嘚瑟得更厉害而已 前一段路靠烈酒支着 中间的路靠后大衣裹着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一个个腿麻胳膊僵 到下车的时候 又是一瓶烈酒传着 一人一口 市局二队的刑警 和镇川合兵一处 卓队长照着地图 指着行进的路线 目标星苏木 隶属于土贵乌拉奇的 一个小村 相当于行政区化的小镇 这是阿尔斯冷交代的窝脏点 交通和通信的不便 虽然异于藏身和逃逆 但同样让实施犯罪的嫌疑人 失去了很大的机动性 凌晨两点 抓捕行动正式打枪 这一次是县市两地刑警主力 突袭的是一所一亩多地大的院子 那潜伏翻墙突击 比夜猫子还顺流的动作 看到无缘参加行动的众箱警 好不掩热 突进去之后 通通通想起来 几个人守在车上 紧张地看着现场 那是土臭 火药激发的 在夜色里拉了好长的火星 啥是好看 看着枪战现场 惊得李一峰趴在车窗上直后怕 够汗的呀 今天上午老费要是手里有枪 咱们估计得挂几个 这就是跳跃思维的好处了 他们还没意识到危险 所以根本没有防备 也许上家放弃这里了 如果撤草该撤了 我以为这里会是个空房子 判断似乎有误 于罪有点傲嗓 没人注意到他这句话 都紧张而刺激地看着现场 枪声响了极响 人声嘈杂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大局已定 为得到消息留守此地的 四位嫌疑人落网 窝脏点缴获了大量的成品 半成品添香膏 一路突审 嫌疑人的名单又增上了数人 早晨八点 两抢一道专项工作指导意见 上在王绍峰局长桌上 带签发的时候 捷报又来 昨夜 根据镇川抓获的嫌疑人交代 他们曾数次专程到 沈南安泽一带 送过这样的天香膏 而这个小县城 恰是嫌疑人丁一飞的籍贯地 这个交通要塞 正是联络南四市的必经之路 前方判断可能在此地 残有一个窝脏消脏的中转站 邵万哥协调两地刑警 突袭送货地 在毗邻公路的一个废弃修车站里 起获了因为雪天封路 未来得及运走的耕牛二十八头 抓获嫌疑人三人 其中一人正是已经进入警方视线 变寻不着的陈拉铭 据他交代 这个团伙的头目就是丁一飞 前期艰难的侦破和取证 得到了收获的时候 王绍峰局长以他的职业敏感判断出来 这个困扰公安部门两年多的悬案 一直拖着两枪一道工作后腿的短板 将要在我的手里 做一个大总结了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